這段影片最主要講解 InDesign 怎樣去Muse 做一個 Adaptive Layout 什麼是 Adaptive Layout 呢? 我已經做了一個網站 但有不同大型的器材上網 相片在不同的器材上也有不同的樣板 所以我在InDesign之前已經做了兩個Layout 一個是iPad的Layout 另外一個是電話的Layout 當然你是像我上次所講的可以輸出了 就是輸出了那些Graphic出來然後跟著去做 另外其實你可以直接在Adobe MUSE 做也可以 那我今天就直接在Adobe MUSE 做Layout 因為其實你做了Web Layout MUSE 那個介面跟InDesign都很相似 所以你不如直接在這裏做好過 在InDesign 做完之後又要過來 上次最主要是示範給你看 其實是可以跟著Layout 做的 那今天就想試一下直接告訴你 在這裏 copy & paste過來 那這個就是一開始那個 即是一開始MUSE 的時候 是一個Web Site的結構來的 那你見到我有四頁 那現在我就想說把它轉換去 即是Tablap和Fone 那先做Tablap 那如果你一按Tablap 那它就會問你了 那你想補充哪些構造過去 那就是補充這個桌上 那記住大家不要太大期望 即是其實它會補充到 補充不到全部的Graphic 它只是補充到那個 補充的 那可能以後就會補充到 即是它不像InDesign那樣聰明 可以立刻轉變成尺寸 那我就可以了 那我就什麼都會補充過去 那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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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可以了之後 你會發現它除了是不適合 即是什麼都沒有之外 那它的尺寸是不適合的 那所以我又是再轉 那我就在Site Properties 那裏轉回做打橫 因為我想做打橫的Web Site 即是打橫的iPad的樣子 那我就寬是1024x768 那當然它現在有些功能就是 你按按鈕它會轉變成HD 因為有機會會變小 那這個遲些再說 其實它的Widget一拉下來 它會按按鈕 它會把所有的成意 那接著我做了Telup之後 這個很適合 那接著的Grid System是怎樣的 那Grid System我們都會用回960 那個Grid System去做 那其實它的計算方法就是 你可以分12和16 那我現在就分16 即是16個Colum 那Gutter 即是難與難之間的距離 就是20個Pixels 那接著左右呢 就是10個Pixels 那其實就是 你設定不太難的 也都不難記 那記著就是 即是16個Colum 然後就中間Gutter 20個Colum 那其他人會幫你計算 那其他人會幫你計算 Padding 我就不用理會了 然後就按OK 那它還未能重新的 那你待一會 它就會出了一個 即是這樣的格局給你了 即是這個 它還未重新的 那遲些你便會看到它打橫 好了 那你可以縮小一點 那現在是怎樣做呢 其實是很有Menu的 即是說 你去回原本那個Layout 即是這個叫做DesktopLayout 那我開Desktop第一頁 那你就把整個Desktop 然後放進去 然後抄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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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比較快 的方法 那當然 我就是說 你要全部組成 你可以組成 那你組成 可以相對你 那你的 你自己的 那你設定的 那這些 那麼長的 可以去長 因為那個IP是高的 接著這個可以放在這裡 放好位置之後就慢慢收拾好 Menu其實都可以轉過來 我們回到Desktop的Menu 因為那個結構一樣,整個Copy 接著轉過來 Tablet通常Menu都會放在上面 當然,如果你能做到 JavaScript一按,它會彈出來 當然好 另外,我亦有一個Menu 是可以按一個角 然後它會彈出來 我稍後會說這個 我們測試一下位置 就是把所有的線 貼在Grid系統 我會整理一些 然後這個也是 例如這個Title 你喜歡貼哪一個 我所謂的,就是要拍齊一些 有一件事就是 Tablet有什麼最大的不同 Tablet和Desktop的不同之處就是 Tablet是要搓的 即是所有 如果你待會看到 可以搓的功能 我們都要搓 現在都沒有什麼 還有Tablet的按鈕 其實應該比較大 因為你始終是用手指控制 而不是按鈕 按鈕是一點 而手指是一個面 所以我們所有東西 應該都比較大 我現在嘗試把Menu 扯大一點 變得容易去按鈕 至於你說顏色 除了你們 我自己會覺得 如果我下Tablet 就給它一點顏色 會比較容易控制 未必是這些 那麼醜樣的顏色 可能紅色會不會誇張 那些 你可能要做什麼顏色 會容易去按鈕 OK 所有東西都是大一點 甚至乎字都是大很多 即是不用這麼小 那24是好的 但不知道Statement 24會不會爆炸 如果大一點的字 就會更容易去按鈕 你看一下美感 你問一下美感 那 Tablet 每頁每頁每頁都這樣組 我們有了這個Menu 之後 我們一路下去 都是用這個Menu 然後重新組裝過去 當然 我們最好先拿下其他 其他的Menu 最好先把Menu 放進去 我們繼續 熟悉一點 那 我們繼續 熟悉一點 那 我先拿去 如果你組裝 iPad 的 interface 或者 那個Web 通常都不需要用Footer 是網站才用Footer 那 Tablet 未必需要的 那 那 然後 我也有點迷惘 先去Tablet 那 這個 Statement Statement 縮細一點 然後再加上去 然後 然後 整理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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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放進去 然後再細編 整理好 這個 是跟 那個 Slide 的 那 那 那 記住 就是 那個長度 可以容易 拉多些 因為 始終 它都還可以 scroll 就是 那 OK 那 很快 啊 再 那 那 呢 因爲 那 呢 iPad 那個 闊度 是小 那 所以呢 有時候有些位置 你見到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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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這 你 那 你 那 你 如果 你 你 你 那 那 現在 就是,黏住Grid 又是按到,Muse 難以後,經常都拿不到 算了,放棄了 要給一些心機才能拿到這顆 因為它比較麻煩,很容易碰到下面就拿不到 看看位置是否美麗 再組成其他項目 Statement有,CV 我們看看網站的CV Adaptive Dash Talk 這個比較隨便 所以,我又是CV 放在那裡算了 看看 可以回到最頂位 比較容易找到 這個版本很特別 因為我忘了拿走的Fuel 記住就是Fuel 最好放棄了 這裡才放棄 這個圖不要了 我們就放棄了 大概這樣放棄了 因為這個也要你自己玩一下 才知道怎樣去使用這個圖 這個圖是比較難控制的 這個圖是比較難控制的 我就大放棄在那裡 那麼,留的東西 就是原來的一貼Menu 我們去到第一頁 就把整個Menu拿出來 然後呢 就是去到這裡 貼上去 如果你想要貼到剛剛好 就要貼上去 就是貼上去原本的位置 遮蓋了那些字 放低一點 然後呢 也是這個 不記得了 就要貼上去 那,慢慢就要組裝完最後的頁 先把它放好一點 雖然我都 這版本也沒有所謂 好,那 然後呢 到 到 然後到 到最後的版本 也都是小小小 那麼 就把想要的東西 然後呢 就去到 那個 Tablet那裡 貼上去 那我試一下 Place in Place 其實都不可以造成的 因為呢 它始終都是大 所以你都要 怎樣都要調整 它 好啦 那麼 記住呢 就是貼上那個 Menu內 Copy 然後就貼上Menu內 然後呢 Edit Place in Place 好了 那麼 組裝好那個 iPad的Menu 那 接著呢 就組裝好那個 電話的 Layout 這樣就可以了 其實呢 Web和iPad的Layout 是很相似的 除了是你把那些按鈕 再調整到DG 因為比手指按 那另外呢 Fone的Layout 就比較大 即是比較不同 因為它真的太小 所以我們 起碼那些項目 或者那些相片 都要因應的 縮小很多 那麼 現在開始組裝這個 封面了 那麼 就是 大部分 剛才用來 組裝 其他項目的頁 先 就是令到 版面更清晰 那麼 接著又是 就是你可以先按了封面 封面了 那封面了 那封面了 沒有所謂的 Tablet和Desktop 現在都是它 即是不會說 所以一樣 你會看到 也是 沒有東西 你只要貼一些東西 但是 在我們砌封之前 你看到 例如我現在 看那個 Tablet的Menu 是挺巨型的 即是 它又這麼巨型 接著 如果你貼到封面 那是 很難搞的 即是 它是 出不完 可能你又要把它 這樣 也不太好看 如果你太小 手指 按不到 那怎麼搞呢 我們要用另一些方法 就是 可能要用一些 隱藏的Menu 其實呢 上網 它都會教你 怎樣 用一個 likebox 去砌一個 Menu 其實就 不用這樣做的 你可以下載 我現在 下載了一個 那你們只要是 開了 然後 然後 可以下載 那我首先 開了 就是開了一個 Muse 那這個呢 叫做 MuseMobile Compound Web Widget 的 .muse 開了 開了之後 你看到 兩個網站 不用理 只要 拉出去 那就是 就是 把整個東西 拆開了 這樣 然後 貼回到 電話 那你 那你見到 很開心地 已經有 我們 的 網站 那些東西 OK 即是它馬上會認得 那 然後 如果你想再做好一點 就再這樣 改善它 或者你覺得字 很討厭這個字 那你就 找個 character style 去 你那個 去 配合 up style 或者你喜歡 body 或者heading 那 你可以去 列入 那個字 那 或者你不喜歡其他 顏色 之類的 都可以去慢慢調整 那這個就是 那個 封的 那現在它阻礙你做事 那其實呢 你應該可以 暫時關掉它 來 看看後面的東西 那 如果你不想看到這些東西 的話 在這裡按一按 那些東西 就是這個是manual 那 然後按這 三角形 很小的三角形 然後呢 下面這裡 看到editing 那就是說 show lightbox parts while editing 那你把它剔走 那它就 不見了這些東西 那就可以繼續去做 那 那怎樣做呢 又是 第一頁 那 那 那 就 好了 那 你看到 那 那 就 那 那 首先把圖縮小 接著 Arrange Send to Back 因為我只顧著把圖縮小 然後把圖縮小 把圖縮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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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會主張再縮小 我寧願把圖縮小 因為圖縮小 可以這樣做 你會發現我好像少了些圖縮小 我現在先設定圖縮 電話的圖縮小 不應該有太多圖縮小 我們繼續在Site Properties 選擇 然後我建議有三個圖縮小 Gutter照樣是20 左和右都是10 就會更加重 先把圖縮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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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拼圖縮小 先把圖縮小 先把圖縮小 現在可以 你可看到 有三個圖縮小 貼邊一點 現在就是這個圖縮小 你可以再調整圖縮小 我想想一下小圖縮小 好像沒有小圖縮小 好像沒有小圖縮小 如果有些圖縮小 那些圖縮小 我們通常不會把圖縮小 擺在一個圖縮小 因為不可能 如果這樣的話 那些圖縮小 如果有圖縮小 就把圖縮小 塞在這裡 塞的時候 最好就是按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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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需要插著照片,即是彈開字 那怎樣做到呢? 其實都很簡單,就是把圖片剪掉 然後你想放在哪裏,好像MICOSOP WORK那樣 如果我想放在這裏,就是劈開這段示範的位置 我就入斷字內,然後按Return 接著就填在這裏 那它就可以走文,即是文走去,這個辦法就比較容易 否則它好像未有這個TESWAP的功能 即是不像Inside那樣,將這裏彈開 那我想放一段細緻,即是剛才差一段細緻 那就可以Copy過來,然後就在封那裏貼上去 那段細緻也是,即是... 它又不能太細緻,如果小到16,看不到 那怎麼辦呢? 那可能這個照片要長一點 那這段細緻也會更長一點 那這段細緻也會更長一點 那你大概預算一下風,它會比較大 因為... 如果... 如果... 如果畫面一開始是看不到... 那它會被人誤會 那這個沒有辦法,就... 試試拉長一張照片,它可以不轉顏色 因為我剛才想轉回白色,即是轉回黑色的 那些字,應該轉不了 因為盡量想跟回原本的照片 那...都是... 用心機組織的 好了,那搞定了,那搞定了 那搞定了一個Pay 那...然後其他都是... 那...就是... 在那個... 那... 那...我示範一下這個 那...又是,把它全部Copy 除了Menu之外 Copy,然後就去封那裏 這裡,封,然後就是... Statement,這個就是... Copy出來,貼出來 那...這個是極大的 那...所以呢,又是... 就是將它... 那...記住,今次不要貼Menu 因為待會才貼 不用心急,因為呢,Menu通常是最頂的 那...然後呢,就是... 就是...縮小這個 放過來 那...看看照片會不會太大 都差不多了 那...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那... 那...就... 縮小一點吧,看看有沒有相片 或者其他東西 那...這個就是這樣去做 那... 那...放過來之後呢,就是... 就是... 就是... 量度好一點位子 量度好一點位子 那...當然呢,我想你們自己知道 那...如果說想對齊的打直呢... 是需要... 就是... 就是... 拿回第一頁的Reference 去做 那...這頁我也是這樣處理 就是... 就是... 把這個... 把這個... 大小一點位子 把這個... 把這個... 大小一點位子 記得... 就是... 把這個... 貼回這塊... 貼回... 這個... 這個... 就是... Place in Place 那...就會貼回這頁 那... 那... 其他... HU一直都是這樣做,CV CV我比較可惜 看這塊的東西我們如何縮小 放到封面也挺有趣 整塊的東西 整塊的東西都抄襲了 沒有什麼其他東西 接著就是去封面 Double Kick 然後Edit Place in Place 免得走去 很巨型 這個很幻 如果你是有這樣的按鈕 你可以把這個東西抄襲到下面 因為這個圖也是跟著字 我不太想它有什麼牙位 拉遠一點 所以你可以多個MAM 這個麻煩在於 每一顆東西都要再更改 因為它每一個位置都不同 所以你要重新慢慢 用心地砌好 記住裡面圈著很多東西 如果你覺得這個東西沒用 就不如把它抄襲 那就是做少一顆 好了 做完之後 記得去封面的位置 抄襲這顆東西 即是先做完 不然的話 就 不然的話就會去到後面的這顆 先去封面的位置 先去封面的位置 先剪同樣的位置 接著呢 然後呢 去封面的位置 就是在封面的位置 edit, paste in place 咦! 有些問題 可能我按 會抄襲不到 再來一次 這個模式 edit and copy 然後去封面的位置 我先按按 去封面的位置 在封內 然後再去Edit Paste in Place 好了,再去Paste在這個位置 然後再做最後的一個 在Tablet 拿一些資料來 最後再一張相片加個Lightbox Lightbox 也要調教過 因為太大 在這個頁面上,Edit Place and Paste 把照片放得很漂亮 然後,要靠照片 讓照片更小 這些位置,跟剛才的效果差不多 Light Box是可以升高一點的 因為它是不會彈出來的 我們來到這裡 如果要縮這個Light Box 是可謂煩到嘔 首先,要關掉左右的控制 關鍵按鈕都可以保持 為甚麼會煩到嘔 首先,要把這些位置放好 要留意下方的位置 如果想拉小一點,它會彈開 為甚麼呢? 因為它在下面,即是第二塊 這個Box 是很巨大的 所以,要縮小到這個 成比 這個也是 當你縮了這個Box 即是這個字Box 這樣呢? 那你就可以 真的一起縮小了 但縮到這麼多的大貓 因為它會給這個Box 即是其他那些Tagger 那些Box 那是... 是... 是很厚老的 這個 即是它會被這個限制了 那你當然啦 如果不用要它就當然好 即是不用要這個Box 這個... 叫甚麼名字呢? 這個Box Close Button Show in the Summer 不知道是甚麼名字 Anyway 這個Box越小越好 即是卡在裡面最小的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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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可以縮小一點 目頭是想縮到跟這個尺寸這麼大 給少許時間就能做到工作 按上下 然後你當然可以將它移上去 不用擋住Menu 這裡是靠插的 我怕它按不到這邊 完成了 很想知道結局是怎樣 去到最頂部 可以進行 然後就 preview page in bowser 有時候 preview page in bowser 只能出現到最原本的 未必能出現到 所以我建議你 直接採取HTML HTML就隨便給它一個名字 然後這個位置 當然我沒有位置 所以我把HTML放在我們的圖片 這樣就叫做 Adaptive Web 把所有的圖片都保存 這樣就完成了 很難說到給你看 現在是怎樣的情況 其他的圖片是怎樣的 其他的圖片是怎樣的 所以我還是要去回 我還是要去回 剛才寫的位置 然後拿回不同的圖片 因為它是真的 檢測你的器材 然後放大縮小 即使用不同的資料給你看 所以現在很難說 在Bowser的題目 就有些圖片 例如Tablab 你可以在這裡按 Tablab就是這個 就會定規定了 可以看到不同的頁 然後放鋰匙 然後放鋰匙 放鋰匙 但如果真的講 如果你買電話來看 它會看到你的Bowser多大 就會作出不同的決定 這個是Statement 這個是Gallery Gallery忘記放一顆按鈕 那你自己把它放進去 這個就是Fone的Layout 現在我們有了不同的Layout 就是放我去慢慢組裝出來 但記住Fone的Layout是比較特別的 要用這塊這樣的東西 就會令到Menu不會太大 至於剛才的iPad 按鈕比較大 就是這樣